全球热卖的苹果iPhone手机在台湾有将近60万的用户 但是却没有一家专门的维修中心 手机如果故障了必须要送到新加坡去检修 而且拿回来的时候经常是一具空机 里面储存的档案都不见了 很多消费者希望iPhone能够在台湾成立一个维修中心 这位曾先生在今年6月底买了一只iPhone 3GS手机 最近因为机面破损送到当初申办手机的电信业者进行维修 不过等了又等一直等不到客服的主动回复 终于在6天过后 曾先生确定了得花7850元才能够修好手机 曾先生满肚子气说 花钱是小但手机内的资料要不回来 让他很无奈 资料就是一定会没有了 连强的程序就跟我讲说 当初你买苹果他就是给你一只空机 那空机里面的资料他本来就是这样了 所以我现在还你也就是当初像一般的这样手机的空机还你这样 消费者维修后拿回来的是另外一只完好的手机 而电信业者认为消费者当初应该自己进行资料的备份 他们无法负责 而通讯行则表示由于台湾只有苹果公司的代理商并无维修站 一旦手机损坏只能送到新加坡维修 台湾代理商一倍很多良品准备换给你 对啊 其实台湾服务比其他的还好 有些新加坡可能帮你用维修的 可是消费者可能觉得有瑕疵 那台湾用换新的其实不会有争议 上来都是苹果3C产品的支持者也说 本来所有的苹果商品在全亚洲的维修方式就是如此 因为他们不希望你过于去动到里面的东西 所以他们希望整个换新的给你 然后自己他们再去回收处理这样子 不过由于台湾的苹果产品爱用者越来越多 不少爱用者则是联合呼吁 希望台湾也能够设有维修中心 才能够让消费者更有保障 藉城书军庄志诚台北报道 台北市景美女中的拔河队 本来就是室内拔河的常胜军 在上周六他们又在南非为台湾夺下第一座 室外拔河的世界冠军 相当不简单 和瑞典冠军战的第二拉 中华队队员差点失去重心 幸好随即调整后将领先优势坚持到结束 确定拿下2010年世界世外拔河赛 500公斤组冠军 队员们和教练兴奋地尖叫拥抱 中华队是室内拔河的强队 今年二月已拿下室内赛540公斤组的世界冠军 但队在草地上进行拔河技巧 姿势完全不同的室外拔河非常陌生 这次可以在短短5个月练出成果 打败欧美强队 也让这第一次参加就拿到的世界冠军 弥足珍贵 这次比赛从室内到室外几乎是重新在的一个训练 那完全重新的开始 那也尝试去做这样的一个挑战 但是没有想到他们真的做到了 以及美女中学生和校友为班底的拔河队 一年内拿下了室内和室外的双料世界冠军 已经为台湾的拔河运动时写下记录 更让台湾的名声再次扬威国际 静人小惠神志明台北报道 而在嘉义县沿海地区 不少牡蠣养殖业者的磕棚 因为漂流撞到陆地而解体 造成不小的损失 马上就是中秋节 很多民众会烤肉 市场上牡蠣的需求量大增 价格恐怕会持续上涨 台风过后 嘉义布袋杆的坑龙赶紧将台风前 来不及抢收的磕棚拉回岸边 多少采收点牡蠣以及少损失 某一些磕棚受到强风吹袭 钻集到陆地已经全部解体 甚至有些已经流失不见 损失相当厂重 另外一边在东石渝港的沿海 也有养殖牡蠣三千公顷 受到台风的影响 虽然目前还未开放渔民出海 看磕棚损失的状况 但是当地的柯农说 损失的金额可能有三百万 虽然大部分的柯农趁台风未来前 已经有部分抢收 但是数量有限 再加上中秋节烤肉将至 牡蠣的需求量可能会大增 依目前牡蠣美金九十块的价格来说 恐怕会持续上扬 这边的生息很多 因为早上的南风 肥南 和一些鹅 可能都损败去了 这边可能会去购 可能会最继续要去10块 震台风过后 东石渝港和布袋港的渝民们 也趁今天风雨转小来到岸边巡视 虽然未能出海巡视 磕棚的受损状况和金额 但是原本准备在中秋大麦的牡蠣可能被台风摧毁 更让他们叫苦连天 记得王渝雄嘉宜报导 动动双手搭起无声的桥梁 我是林立军 今天我们要来学跟生活有关的手语 台北人多 竞争也很激烈 手语的结构是 台北人多 竞争很 竞争的笔法 两手同样握紧拳头 左右稍微一进一退 表情也要做出很努力的争取表现的样子 台北人多 竞争也很激烈